李世民手下头号汉江,却拒绝参加玄武门职兵,遭到一种特殊惩罚。 唐太宗李世民,是历史上有名的英明有为之君,李世民有两大特点最为人称道,第一自然是文侯武略出类巴翠,他身为贵族子弟出身,却毫无顽固子弟的恶习,自有习文练武, 学识冤脱七色金属,尾识难能可贵,第二是以胸怀博大的圣千古,英雄才俊他几乎无条件接手,为己所用,使得手下精英人才储备厚度无与伦比。 不过,胸怀如海的唐太宗,却曾遇到一件头痛事,对他的度量提出严峻考验,这件事与玄武门之变有关,众所周知,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帝王之路上最为关键的一步, 可以说,如果玄武门之变失败,他之前出生如此叠血沙场,为唐朝开国立下的丰功伪计,都将被一笔抹杀,连脑袋能否保住都得两说。 正因为玄武门之变,对于李世民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,因此李世民手下重疆,无不为此事尽心竭力,有的出谋划策,有的拼死冲杀,代表人物如掌孙无忌,房玄龄,杜如慧,侯君吉,张公瑾,玉石静德等人,无不舍死忘生,奋力向前。 在李世民最危急的时刻鼎力相助,以此来回报李世民的知遇之恩。 与他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,有个人对此却显得莫不关心,置身事外,他就是李世民手下第一号汉将,人称唐朝战神的李靖,李靖之军是才能,在李世民手下重疆中可谓当之无愧的第一人,开国战争中, 李世民带领重疆征战中原,李靖德与李孝公一起,独立负责征伐西蜀,江南,岭南,毫不夸张地说,李唐天下半壁江山,都出自他的手下。 玄武门之变前夕,李靖正在西北,率军防范边外,游牧不足,以他的才能和手中兵力,如能其至先鸣地参与到玄武门之变中。 对于李世民集团的鼓舞和支持力度可想而知,资质通鉴记载,玄武门之变嫌隙,李世民曾经专门给他写信,征求他的意见,给他阐明厉害,希望得到他的支持。 原文是,某宇灵州大都督李靖,靖此,李靖的态度让人始料不及,不仅不肯参加,甚至不肯表态。 李靖的反应,明显是不愿汤浑水,而选择了齐强中立,做官城拜,以此明哲保身,要知道,李靖与李世民关系非同一般。 李靖属于大器晚城,早年郁郁不得志,在李渊手下担任小官吏,因为不愿参加李渊起兵反随,李靖还偷偷流走,准备检举揭发他,后来被李渊抓住,非要砍了他的脑袋,是李世民及时出手相救,保住了李靖一条命,还给他找了个饭碗,让他进入秦王幕府,从此踏上飞黄腾达之路。 因此可以说,李世民就是李靖一生中的贵人,对他既有救命之恩,又有治愈之恩,但他却令人失望地选择了中立,好在他遇见了大度能容的李世民,并未计较,李世民大概认为,关键时刻哪怕保持中立,总比他导向太子一方要强得多,紧接着玄武门之便熬战一场,李世民设限取胜,赢得了天下。 武德九年十月李世民登基后,第一个月就开始能功行赏表彰功臣制定,封赏功臣的上个次序,使李世民犯了难,从封赏功臣名单可以看出他很是废了一番斟酌功夫。 这次的表彰的依据标准,明显,是以玄武门之便作为重要指标,以李世民的胸怀度量和爱财之心,肯定不愿合理经计较问题,是还涉及到其他有功之臣。 名单中,长孙无忌,玉池静德,房玄陵,杜如惠都获得十亿一千三百户,侯军吉,张公锦,霍锋十亿一千户,以下依次是九百户,七百户,六百户,四百户,三百户,以李静的官职和地位不次于长孙无忌等人, 仅仅扩风倒数第二级别,十亿四百户,十亿是古代皇帝上给功臣的一种荣誉标准,比如你有四百户十亿,就相当于四百户缴纳的税收都归你,等于用这种手段给了李静一个小小的惩罚,不过,此事过后,就算告一段落,双方心照不宣,都未曾建议,李世民依旧对李静信赖如初, 李静也依旧为唐朝节中进制